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透了明月 始终参不透白雪 回见要与往事分别 忘记你的脸 归来的却是头双眼 它可能会有像游戏啊 还有影视剧会有发展 然后看时间安排吧 也许会参与进去 然后前两天刚一个也是新的网络电影杀青猫 最想挑战的说实话 因为我对这个 仙侠题材的一直有向往 所以上次能够参与到长生哥也是一个机会 特别想挑战里面的我喜欢的角色 里面角色还挺多的 到时候看看剧本 然后看看角色 我觉得可以去挑战一下纯古风 就是纯古装 纯仙侠的那种题材 效果还好 效果还好 目标因为我觉得我不是那种 就是现在很火爱那种小鲜肉那种类型 我会是比较操汉子那种 所以就比较对自己的体型有要求 效能 效果的话就是一眼看上去 居然觉得有安全感的那种 瘦了 从出道最开始就 据不完全统计 办官方的回答就是将近五十斤 我出道前就是没有控制过自己 一直在健身 当时就想练得像欧美人那种 大块 然后再增重 有190斤左右 然后现在 昨天吃饱了饭 穿的衣服上称腰150 然后就会将近50斤 操到 操到在家里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什么 像在外面一样 我可能出门会搭一下衣服 然后会就是简单抓个头发或怎么样 我在家里就完全是一个 我不拉他 到时不拉他 怎么说 就是没有那么多 讲究吧 在家带着 就说过很多遍了 跟说相似的 我带好 骑马滑雪 这种东西 可能都到了季节才能去 对 我最近我朋友他们都去草原了 我也准备去一趟 然后 平时在家的话就 真的除了健身和 健身和玩玩打的游戏 没什么事可干 对 因为也不太能出去逛个街啊 吃饭 因为对吃太有要求了 不敢吃 我的理想型啊 我的理想户型是三室一厅 我的理想户型 不要太大 我一个人住着害怕 你知道吧 其实说实话 最想对他们说的就是 我一直在努力 不光是唱歌也好 演戏也好 我一直在 努力提高自己 然后希望有的时候 他们不要学我 对 尤其是因为上次 我无意中说了一下 我晚上喝的是那个 就是蔬菜榨的芝麻 他们真的有人去喝 我觉得 这种事我来做就好了 就千万不要学我 对身体一不好 第二你会不开心 就是 最想对他们说就是 希望能够在 陪伴我这一路上吧 尽可能的轻松一点 我不想让他们太过有负担 我唯一的心窍 随力 葛优的惊叹不光是身子 是头你知道吗 这路上了 也没个通知 葛优的惊叹 其实不像你们想象的 葛优是这样的 然后发到总裁的时候 发到总裁 就我平时的样子吧 我喝酸奶就很正常 今天没带 就我喝酸奶就是 好奇怪啊你们